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机会当然也会有风险 不过说到了今年台湾的经济 专家认为还是高度依赖内需市场 但内需市场不是大家都好的耶 服务业 不动产业 两样情 如何分辨我们内需市场的融合 而且特别提醒您七大产业 一须是海运 空运 零售业 不动产等等等 这七大行业 请多注意一下 一定要在今年2023 拟定好新的经营策略 才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康庄大道 到底什么意思呢 讲解内容为您邀请到了贵宾 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孙明德主任 孙主任你好 若阳好 大家好 主任 好久不见 麻烦您直接上来了 因为我刚刚也已经说了 牵动今年台湾经济的三大变数 就是地缘政治 能源跟美元 大家都晓得 可是为什么您觉得这三大变数 牵动的影响层面可大了呢 像去年大家知道 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率3%以上 各国的表现也都很好 但是2023年 大家去年的2月有俄乌战争 然后到了4月中国大陆封控 然后下半年又是美国的通膨 那今年呢 有很多因素依然没有消除 所以我就把它归纳成这三大因素 三元 地缘 能源 美元 第一个 地缘我们去年已经知道了 俄乌打仗了 那但是其实战争风险 不是只有在欧洲大陆 第一个 俄乌战争还没有打完 你也不知道俄国会不会动用核子武器 还是欧洲有进一步的动作 所以欧洲那个地方 能源危机还没有解决 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亚洲也并不太平 我们台湾其实位于亚洲六大风险区之一 哪六大呢 楼上圣南北韩 旁边是钓鱼台 旁边是台海 光我们旁边就两个 然后旁边还有什么 中印 印巴边界 还有阿富汗 所以这些地方今年会不会擦枪走火 其实是很有危险的 去年光一个俄乌就把全世界打得鸡飞狗跳 那今年这个兔年 我们不希望说财运还没有来 他们先开打 另外就是全球供应链脱钩 这个也跟地缘有关系 我们现在看到了 美国对于电动车 美国对于半导体要牢牢抓在手上 所以他就鼓励台厂要到那边投资 他要给中国大陆断绝资源的供应 这种地缘的问题今年依然存在 而且看起来只会大不会小 而且全球供应链的脱钩 因为有些的大厂纷纷去中化 所以去中化之后 很多的供应链的市场要重新再组合了 这板块影响很大了 所以地缘知道了 那能源呢 能源我们去年看到了能源危机 在去年欧洲的电价涨了四倍 我们台湾电价没有涨 因为我们台电中油就挡在那个地方 动涨并不代表它没涨 对啊 那是因为政府用它的财政资源去吸收了 那欧洲他们是电价涨四倍 然后去年的油价最高到125块 我们知道油价在2020年的时候 大概只有二十几块 涨到125是涨了五倍 这是历次石油危机以来涨的最高的一次 就是它的幅度是最大的 所以欧洲国家的民众才走上街头去抗议啊 所以他们能源危机 他们就没有钱可以用了 他们不能买消费产品 因为他们要把钱拿去加油 要去顾吃的 这是第一个去年的能源危机 那今年能源危机依然存在 因为现在的油价还有可能再继续的反弹 今年我们看到在一二月的时候 其实油价已经触底 接下来因为中国解除封锁 它用油就会变多 第二个美国的战备库存 之前都是七亿桶的石油 去年这一年它整个七亿桶降成三亿桶 因为它一直释出库存去打压油价 它希望用这样子消耗俄罗斯的战力 就没有办法 最近它要回补库存了 所以美国回补库存 中国开始用油 这美中两大国就把油价再给推上来 油价一上来 各位就要小心 油价上来美国通膨就会高 通膨高了 林准会讲话会不会再那么笃定说 去年三码去年二码 今年放你一码 今年就只要一码 看来不一定是放你一码 所以能源危机可能牵动通膨的危机 主任大概问一下 我来个大胆假设 假设今年的油价 如果诚如主任说的 还顶在高档或者继续往上冲的油价 油价是你眼前眼睛一睁开 见到的万物最上油的原料成本 所以如果通膨压力在2023依旧很高 那么是不是大家认为2023年准会可能 会在年底降息 可能就太过乐观 就有悬念了 对不对 他可能 他本来都觉得说 年初的时候升到顶 然后下半年可能经济不好 要降了 就这个时候油价上来了 又来一个新的支撑 所以林准会就把它动作 放到明年放到后年 没错 所以会影响到我们第三个讲到的美元 OK 好 那我们再看到第三个美元 联准会本来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金融有点动乱 我最近也在整理一些资料 去年10月的时候 欧洲的比如说英国的退休基金 还有瑞士的有些金融业 都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那时候大家觉得金融有些乱象 所以那个时候美国联准会就说 我们那升息到底了 我们不要再升了 所以我刚才说放你一码 今年就大家就好过年 结果没有想到 接下来金融就开始产生变化 因为美国说他不升息了 所以美元就开始走弱 之前因为美国升 大家不升或跟不上 所以钱都往美国跑 你看日本最明显 日元扁到150 钱都被美国吸走 但自从美国说 他不要再升息以后 钱就倒流回来 你看到最近的亚洲货币 从去年的第四季 到今年第一季 亚洲货币多强 包括我们台币有一度 也是呈现强身的 是 我们最近还看到二字头又跑出来了 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台经院 自己内部也在想说 台湾经济表现不怎么样 怎么货币这么强 你不强 你旁边两个大哥很强 第一个中国解封了 第二个日本开始进场干预了 日本也开始要货币宽松变景 说你自己不强没关系 两个大哥把你架起来 所以台币也开始走强 假设如果今年 美国那边的资金往外撤 因为美元如果升值 来到一个波段高点 钱从美国撤出来 美元一走扁 非美货币就走升了 是 所以我在去年出了一本书 叫孙主任的经济笔记里面有一个标题叫做 公司好买股票 国家好买钞票 国家好不好 看钞票就知道 没错 去年美国经济比大家都好 或者是美国在升息 所以钱往那边跑 今年全世界经济的亮点 你看到美国跟欧洲 虽然MF最近有稍微上修 上修也上修不了多少 经济成长率还是亚洲高 所以钱都往亚洲跑 亚洲一跑 所以台币就开始水涨船高 所以第三个关键点在美元 今年非美货币会转强 不过新市场 他们还是有一些金融压力 比如说东南亚或者是南亚 大家还记得吗 去年美元一直暴冲的时候 大家亚洲的货币每个都扁 台湾不怕扁 因为台湾外汇成体多 东南亚南亚不一定 像最近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 去年是斯里兰卡出事 今年巴基斯坦 因为它的外汇成体 只够用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就不能买 进口的原物料了 所以今年我们归纳三大变数 地缘 能源 美元 今年台湾的经济 有机会但也有风险 帮我们扫描说明 好 今年台湾的经济 去年是外贸好 投资好 到去年下半年 因为欧美中三大经济引擎 同时熄货 所以就靠内需 而且我们台湾在前两年 还有什么三级警戒 管一大堆 现在你看到我们两个 也不用戴口罩了 抱持个距离 对 现在的民众 可能口罩铃也都要解除掉了 所以内需就开始专好 各位可以看到 去年下半年开始 你订饭店了 你订那个什么 观光旅游 你都很难订 然后一味难求 所以对服务业来说 现在变成台湾支撑的重点 内需消费好 服务业就会因此而受贿 所以我们看到 第一个 我们从左边向右边看 红色越长 代表这个产业越看好 我们这个不是自己 自己在讲的 这个是厂商调查的问卷 比如说我们调查了30家 中间有百分之多少 认为它好 这个最准 他们对这个行业最熟 所以我们看到 整体的服务业 不算金融业的话 他们大概有六成是看好的 而且看坏的一点点而已 看坏当然还是有 你说服务业不是都很好吗 你要知道 服务业有些是服务人 有些是服务商品 服务商品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海运业 看好的不多 看坏从右边往左边看 蓝色就四块了 所以这样一四格加起来 40% 所以海运业 海运业前两年很好 所以它前两年 第一年因为需求不振 第二年货全部都跑出来运了 然后那个时候海运业 因为它的基础建设不够 所以那个时候海运业的表现 就非常的穿旺 但接下来等到供应链 恢复正常了 然后欧美的经济表现不好了 海运业就开始走弱 因为它跟人有关系 比如说空运业 综合商品零售 就不用说 你看全部都是好的 没有看坏了 零售业前两年最低点 而且零售业还有个特色是 疫情期间 大家习惯在网上买 现在都到店里买 因为大家已经开放了 大家想说我到店里走一走 顺便出去散散心 闷了三年 以前衣服都在网路上买 现在闷了三年 连个卫生纸都出门买 好不好 请问一下 综合商品零售业 通常值得 买衣服 买化妆品 买鞋子都算吧 百货公司 超市 大卖场全部都是 而且要讲 之前是线上多 现在是线下实体的多 然后接下来有几个 跟人有关系 比如说空运业 你看到也有50% 看坏了一点点 因为他们现在要从货运转客运 之前是把客舱改成货舱 现在就把货舱改回来 所以空运业看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你要出国 那个机票多贵 一个比一个贵 你去日本 机票可能之前的一倍多两倍 还订不到 可能这些飞机公司 又开始要增加航班 多买一点飞机 多招聘一些空服员 前两年没有那么多 现在都要重新招聘 空运业呢 我可以稍微 亲身说明一下 今年过年我去日本服务 刚一趟 那我光出关 排好久好久 到最后飞机都快要起飞 我又跑得非常多人 所以待会我写 不要轻掉 服务业成绩很好 看好比重高达了六成 这是总论 哪些服务业呢 好的是这个 综合商品 零售业 空运业 所以打圈真的是好的 那餐饮部分呢 餐饮当然不用说了 前两年你都只能在家网购 订外送到你家 现在你看最近的尾牙春酒 每个餐厅都大爆满 然后大家都好久不见 那个好久不见是最近几个月 不是是三年不见了 对 还有很多是从欧美大陆回来的亲友 这两年他们本来不敢回来 现在回来全部都要聚餐 所以餐饮业当然大爆发 所以呢主任跟我见面 第一句话你在说什么吗 瑞涵三年不见了 大家都是好久不见 所以餐饮业也给他一个圈圈 文化创意 文化创意大家会觉得说文化创意 不是做一些好像画 不是文化创意很多跟观光有关系 比如说你到了日本 你会欣赏日本的文化创意产业 对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日本人或观光客到台湾来 对文化创意产业也会非常有兴趣 台湾很多的乡镇 或者很多地方的特产特色的东西 属于这种文化创意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去像包括了台北市的中山区 或西门丁 有些文创区 文创松垫也是一样 文创产品这些逛一逛 它就列属在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 或者是出版业 你知道我出那本书的时候 刚好是在疫情期间 出版社跟我说 疫情期间书很难卖 因为大家不去书店 然后现在只要你的疫情一解封了 你看到最近的书展大爆满 一堆民主跑去买书看书 所以你看到实体通路大畅话 文化创意当然也因此而受惠 跟您说主任客气了 他那本书卖的可好了 好几刷的呢 距离百万畅销数 还差98万2000本 你好客气 文化创意也给他圈圈 所以四大服务业 这个很不错 都跟人有关系的 对都跟人有关系 不要轻 那接下来银行跟不动产 金融业大家都知道 银行证券不动产 前两年因为利率很低 所以比如说像证券业 像保险业 他们表现就很好 但是今年就反过来 因为利率变高了 利率变高 其实对于投资来说 大家就比较借振恐惧 你看去年的表现 就是这样子 那今年的话 因为银行业利率 慢慢在变高 虽然大家会说 美国已经升息升到顶 台湾升息 大概空间也有限 天花板可要到了 它是到了天花板 它没有说要降息 所以它的利率 可以维持一年之久 所以银行的利率 现在变高了 对银行的收入来说 就有帮助 因为银行主要还是做 放款的生意 对在那个利差 对所以在金融行业里面 对于证券 保险它可能没有 像前两年这么好 但是银行业终于可以 一扫怨气 因为前两年利率太低了 比较低迷 今年的银行业看好 而且他们写的理由 都是一样 都是因为你升息 真的 所以这个也是打圈圈 银行 商业银行赚的利差就是 你钱存在银行 然后它把利息给你 但是偏低 可是放款给某某企业 某某公司 借贷出去 收的利息是偏高 这就是银行业赚的利差 所以很不错 你看红色棒子也来到了靠近六床 不动产就不好了 是 不动产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央行这几年 推出了一些打炒房的政策 讲到不动产 我讲一个我自己的心得 我自己最近在换房子 我才知道 你那个买房子 其实本身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要先去看很多 然后很多人都建议 你要先看个二十间 然后晴天也要看 雨天也要看 白天也要看 晚上也要看 所以你看了二十间 每个看四次 你要看八十次 一年才三百六十五天 所以您到底定案了没有 我们看了一间 我们就定案 真的 没有那么多时间 你怎么没有看八十次 对 怎么晴天 雨天 白天晚上 所以你知道买房子好麻烦 那是看 看完以后还要跟溢价 溢完价以后 签完约 签完约以后还要装修 对 光那个装修又是 到处找不到师傅 找不到工人 找不到材料 缺工 所以你知道 买实体房屋好麻烦 但是呢 我们政府不是要 当你买实体房屋 它要讲的是预售屋 为什么预售屋 预售屋它根本就没有房子 你也没有刚刚讲的那些什么 看不看西塞 看不看下雨 它没有这个问题 预售屋它就是一张 权状 所以很多人买预售屋 它就是拿一个权状 我先挨笔定心 买了一个权状 过两天我就把这个权状 转让出去了 所以它本身 其实跟房地产交易 好像没有那么直接关系 但是很多 因为你前面这一段 不断地垫高这个价钱 你到了后面那个房地产 中古屋 它也会被推上去 所以我们政府最近 就开始注意到这个预售屋 所以它推出了很多 像平行地形的条例 它不是针对 你现在那个中古屋 或者已经在卖的房子 它针对是预售 尤其是这种 很像权状交易这种东西 所以不动产业 当然不动产业就会担心 说政府打草房 除了之前的央行 推出一些政策 限制政策 现在又来给我们 限制预售屋 所以他们就觉得 政策带给他们的压力 刚刚你看到这些 都是疫情之后解封 但是他们就感受到 政策的压力 来得越来越大 所以不动产业 才会看坏了这么多 而且他们觉得 目前利率虽然没有多高 台湾的利率没有很高 最高是二 但是利率跟之前 那么便宜相比 银行现在对你的放贷 也慢慢在 开始紧缩了 所以一方面是政策 一方面是利率 他们的不看好 就是看坏程度 也就比较高一些 所以总论是 今年台湾经济靠的是 内需市场当中的服务业 服务业什么好呢 服务业当中的 一 二 三 四 五 跟人有关的 还有跟钱有关的 对 人跟钱脱离不了 希望大家兔年 大家都能够投资赚钱获利了 好 了解了 今年台湾经济的机会 跟风险之后 请调 我们就要往后走了 因为内需市场很多 行业别也很多 主任特别讲 这期待行业要听仔细了 如果今年兔年 走的路要顺畅 经营要获利的话 那么经营策略 要重新再拟定是吧 我们要注意一下 刚刚我们是说 他看好看坏 但是你要知道 企业的看好看坏 当然会灵活 激动的调整 对 所以各位每天在看 我们瑞涵提供给你的资讯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瑞涵今天讲的 或者最近的新闻 有没有发生以下这些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会影响 原来的年初判断是很好 后来发生变化 对 本来看不好 后来有一些转机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海运 海运业他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他们要灵活调配 他们的船队 配置应用市场 比如说在去年 前两年大家都知道 欧美很好 所以中国大陆做的东西 要拼命往欧美运 当然船运大爆发 但今年欧美的情况不好 那船运难道还要做 中国往欧美的线 不对 今年是中国大陆 东南亚的贸易比较好 对 所以你要做的是 这个区域的内部 所以最近我也接到一些 邀约的演讲 你知道邀约的演讲 都是那种属于 快递公司 航运公司 他们希望说 我们跟他们分析一下 就是他们原来做的是 亚洲到欧美那条线 最近的经济情况 是哪边比较好 他们可以去灵活的调整 你知道那个航线 是可以调的 这段话所指就是 海运业 因为在去年 跑的都是远洋 大船 所以是美欧市场为重 今年不是 是亚洲 趋势成长 对 所以远洋要改成近洋 大船要改成中小船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呢船队的调配很重要 第二个空运 好第二个空运 他们要调整 就是付舱载货 载货还是可以载 有些高单价人 像半导体 他不会去坐船 他一定搭飞机的 还有一些生技产业 你看我们那个疫苗 那个时候也是搭飞机 因为他们很重要 第一货运还是有旺季 客运也有他的旺季 你要怎么样把他们 做一个交叉搭配 所以你会发现 海运跟空运都非常灵活 对 他们第一个 海运就发现欧美线不好 他们就要做近洋的 所以之前是大吃大喝 现在是少量多餐 对 然后空运呢 他就要调整一下 虽然最近的客运量 开始增多 但是他还要注意 客运是哪边变多 大家一定是先跑日本 跑到东南亚去 对 那大陆可能目前 还有一些疫情的担忧 没有那么完全开放 所以他们要灵活调整 所以最近你看到 我们台湾几家 大型的航空公司 最近在增加开日本线 因为要去日本人太多 所以第一个是 也是跟他们一样 他们的航线要做调整 第二个就是 他们有客 他们也有货 客货之间也要做一个搭配 航线啊 客机货机灵活调赌 零售 零售呢 这边就写了 加强线上购物 其实零售这两年的情况 非常的特别 我们台湾区院 做了一个调查统计里面 发现 疫情期间 你会发现很多零售 不是都是街上那种小摊贩吗 做手摇引的啊 你说他们搞什么数位转型 哦没有 现在大家都很会数位转型 他自己本身没有办法 去搞一个很大的网络设备 但是现在很多平台 他只要加入平台就可以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 你要定一个 我那天定一个红豆汤圆 他可以往路外送 你要加什么 预言加什么 就随便你 所以现在他们加强线上购物 并不是说 他要取代你的实体购物 是让你的民众 在线上购物更多选择 以前你可能打开 你的线上购物平台 大概就只有10家店 现在来个30家 50家 以前可能只有你家卤肉饭 附近卤肉饭有在卖 现在中式西式日式的 还有各种 你只要打打勾 他们就可以帮你处理好 所以线上购物的加强 不是要取代实体 而是要给客户更多元的选择 接下来文创 文创呢 他们现在很多场景要数位化了 以前都 你一定要到现场去看 文化床去看一幅画 在现场看 最近呢 因为我跟 有一些面板厂 也跟我们台军院做一个合作 你知道 现在的面板可以做到 他把那个画放在上面 我以为他是一幅画 不过他是一个面板 他把那个画 我还觉得他好像有凹凸 还有油画的感觉 所以文创商品现在 越来越数位化 然后你白天 它是一个面板 晚上你把它关掉了 他就可以休息了 如果电视 它就变成一幅画 你看的时候它是电视 你没有看的时候它一幅画 那你家不是多美观 所以现在 文创产业的产品数位化 然后它可以帮助自己 也可以帮助科技产业去提升 另外一个 它要整理一些完整的资料库 去跟人家做一些行销推广 这个都是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银行 银行就是 今年虽然利差提高了 但是风险也提高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利率高难免就会 在欧美他们就会有一些违约的风险 你看到美国现在的新屋跟中股屋 最近都卖不好 因为美国利率变高了 而且利率变高 你从2008年那时候次贷为止 你就知道放款风险会提高 所以他们要去注意一下 担保放款 还有分散一些投资风险 第一个就是你现在放款 比如说最近政府打草房 那会不会引发一些新的一些 比如说房贷户会不会物分 他可能杠杆太高了 他会有些担忧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 他们今年还是要注意他的分散投资 去年前两年是欧美好 所以欧美比重大 最近是亚洲好 所以亚中比重高 最近大家可以看到亚洲的股市 或者亚洲的汇市 表现相对欧美就更强势 所以你要调整 前两年是那边好 那边比重多一些 今年就返回来 反而在我们内需 像我们讲内需比重要多一些 这个是银行业也在做的事情 不动产的好 不动产 因为去年大家还遇到一个问题 不动产 去年上半年 我到几家台湾大型的不动产 建商那边去演讲 他们遇到最苦恼的问题 当时原物料价格大涨 结果他们现在盖房子 他们用现在这个报价 等到房子盖好 因为成本高升 他搞不好卖房子会亏钱 所以他们宁可这样 先建再售 他不要先售再盖 你先卖的那个价钱 搞不好是不划算的 所以我们先盖 然后盖好了以后再来卖 其实这个先建后售 刚好我们讲的预售屋 因为你是先卖的 再来盖 所以先建后售 一方面是抵挡原物料价格高涨 另外一面 它可以躲掉政策对它的压力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而且如果这个原物料变动太大了 现在我买的建材很贵 到最后你在卖的时候 再把售价给调高 大家都愿意买单 如果愿意买的 OK OK 但是不动产 其实他们现在 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政府现在不断地 打草房 会不会对不动产造成压力 其实不会 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像欧美他们的情况 之前可能他们那个房地产 因为受薪太过腐烂 大家乱买 台湾的情况不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有通膨 大家就会买房去抗通膨 对 所以你只要物价上涨率 大家知道 虽然最近的美国 欧美物价上涨率 有稍微掉一点 还是5% 6% 台湾的物价上涨率 虽然掉一点 今年预估还是2% 而且未来 大家都知道 最近碳税碳飞要上路了 未来那些成本 都会往下转加 所以未来会有一些通膨 是跟我们现在的 碳费碳税有关系 环保节奏有关系 只要通膨在 房地产投资 或自助的需求就会在 它是不会掉下去的 最后结论 因为听完之后 问主任一个归纳重点 您给答案就好了 因为我发现 2023 不是如大家想象当中的 投资市场如此之单纯 听好咯 你看美国 美国现在的通膨 大家几乎底地已经见顶了 可是英国跟欧洲 通膨还没见顶 如果通膨还没见顶 升级幅度码数就还是人大 第二个就像刚刚讲的 去年资金往美国流 现在资金可能往美国以外的 他国流 所以请问 去年的投资 还有包括了很多的变数 是不是让环境 应该说投资环境变数 依旧人多 投资变数人大呢 是 今年投资变数还是大的 在去年大家都知道 去年是高通膨 低成长 虽然去年是股债 表现都不好 但今年因为通膨 已经被慢慢压下来了 但是经济成长率 还没有上来 当你经济成长率 跟物价上涨率 两个都低的时候 这时候通常是债 优于股 所以你会发现 美国升息已经升到顶了 所以最近的债市 大家资金就投资的比较多 大家先去布局 至于股票 难道今年都不能投资 当然不是 因为股票 比如说像传产 它跟中国大陆有关系 然后科技产业 它跟美国有关系 大陆已经解封 船材已经开始 先开始有点动作了 等到第二季到下半年 美国的科技的库存去化 差不多 然后买气回升 科技也会有表现 好 感谢主任 谢谢您来请回座 今天主任来跟大家论述了 全球的投资观点 拉到了国内产业的景气 好 开始归纳重点 签动今年台湾经济的三大变数 地元 能源 跟美元 到底为什么 我就不在最熟了 跟你在下报告 这个变数 今年一个都少不了 全部都得盯着看 尤其呢 美元去年的墙 今年可能会回挡 地元政治 台湾最敏感 也最能够感受得到 有变数 就得想办法做因应了 所以台湾经济的机会 到底在哪里 我们的经济 依旧要靠内需市场 内需市场 当然就是服务业了 服务业呢 厂商看好的比重 高达了六成以上 但不是所有服务业都好 有服务人的服务商品的跟您报告哦 六成的看好看红色这一大块 谁好呢 综合商品零售业 餐饮啦观光啦等等啦 卖一些的实体的 也就像以前大家在线上购物 现在呢大家想要走出去 晃一晃买点东西 闷三年闷太久了 这个不错 空运也不错 因为呢 终于可以出国了 我逢意还是要做好哦 餐饮也很好 文创部分呢 因为有新的创新之举 走网路啦 还有一些的电商的合作等等呢 让他们有新的突破了 银行业赚利差 这五个不论是服务人的 服务前的 全部都带来 今年网上看的 荣景跟加分 清掉之后 当然有机会风险 没划到圈的 就会有一点点风险了 请小心 不动产看坏的是将近六成了哦 因此呢 七大行业别 非常感谢主任 把我们讲的那么样的详细 每一个产业 请民都得要 瞬息应变 也就是呢 今年的变数还是非常的多 现在觉得很好哦 没想到下一季突然间的 转换转空了 您要应变哦 包括了像海运 空运 不论是近阳 远阳 船只 不论是空运 航线部分 非亚洲线 非欧美线 您也得做调配 客机 货机 一样到随机应变了 这是呢 海空运 零售啦 餐饮 文创银行不动产等等 各自有其应变之法 总之呢 今年的经营策略 七大行业 各行各业都一样 绝对不能一成不变 因为变数是瞬息万变的 您得要随着外在环境有所改变 您的经营策略 微调 然后左弯右弯 调整得好 您今年的营收跟获利 才有办法 顺利的往上做成长 以上的结论 孙主任正确吗 是 好 感谢您了 刚主任还特别讲了 今年的投资也是一样 不能一成不变 那今天的重点掌握到了之后 明天呢 就像高主任说的 今年主重心不是欧美 反而挪移到了亚洲 对 因此今年 亚洲市场有三者名单 一是东亚 东南亚 南亚 请问为什么是这三大的名单呢 明天听仔细来 本来是你 位自然的 account '. 难 我